大家好,歡迎收看 健康和Docel,我是郭德欣 今天繼續跟蘇醫生聊聊 就是夏季養生 天氣熱,每個人都在空調房 很容易會有頭暈、頭髒 甚至皮膚乾燥、感冒等空調病 因為在空調環境下 我們一再強調 應該定時喝一小杯溫開水 或者灸幾粒堅果 可以補充水分,增加熱量 如果經常在空調環境下的朋友 可以嘗試喝這款湯 海帶核桃肉蜜棗煲排骨湯 海帶核桃人蜜棗煲排骨湯的材料 有海帶20克,核桃人50克 蜜棗3個,排骨300克 具體做法,先將海帶洗乾淨 用清水反覆浸泡 沖洗後切斷備用 核桃人蜜棗洗乾淨備用 排骨要先飛水 在湯裡加入1500毫升 再將所有材料放進水裡 大火煮滾20分鐘後 再轉小火煮一個小時 調味就可以飲用了 海帶正涼、味鹹 其含有豐富的粗蛋白、糖、蓋、鐵 而且它的含量比綠葉蔬菜高出很多倍 含點量也很高 另外海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遇寒作用很好 非常適合長時間冷空氣環境下 工作的各位朋友 海帶是一個非常好的食材 可以幫助清除人體內的垃圾 同時也可以退除輻射 特別適合長期兌電腦 對著手機的人群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馬蘇醫生 核桃人是否可以補腦 核桃肉的確是有補腦作用的 再一個,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質 不飽和脂肪酸、抗氧化物 而且不含膽固醇 終於認為核桃具有補腎、養血 健腦、益治、潤肌、污發 故此補虛等功效 有萬歲子和長壽果之稱 其實聽起來 蘇醫生的核桃肉 可以生吃、熟食 可以燉湯、煮粥 用途也挺廣泛的 生吃的話,每次吃兩三個核桃肉 早晚割一次,持續半個月 對百日咳,慢性滋氣管炎 應該是有一定的功效 熟食的話,可以煮豬腰、核桃湯 或者煮五人粥等等 尤其是和黑芝麻 顏碎以後,混合煮糊食用 的確具有很好的保腦、保腎 健法、防脫法 對身體還有很大的補健作用 肩果是植物的精華部分 對人體生長發育、增強體質 預防疾病也有非常好的功效 根據權威機構研究所得 每個星期,食用兩次以上的肩果 能夠降低大家幻想致命的生臟病風險 在冷氣環境下,吃快點肩果類 可以補充熱能,防止患上胸條病 對人體很有益處 今天這款湯中,我們選擇了排骨 排骨有很好的鈣質和骨膠原 同時油脂霜也會比較少 很適合老人家和小朋友進行身體補鈣 海帶核桃肉、蜜棗排骨湯 四者合用,不涼、不燥、滋養五臟 保腎健腦一致,護肝養血 保護心腦血管,提高人體免疫力 以及自身的遇寒能力 還可以抗癌、抗腹射 污發潤膚美容 是否很適合我們保健養生呢 海帶核桃仁蜜棗煮排骨湯的材料 有海帶20克,核桃仁50克 蜜棗三角,排骨300克 蘇醫生提點 甲狀腺功能抗進,懷孕期的婦女 以及胃腸炎急性期 要禁止飲用這款湯 謝謝蘇醫生 下季保健養生 一定要記住一件事 不要長期躲在空調房裡 也要適當走出去運動一下 完蛋和今天節目感興趣 可以上到廣市網點擊重溫 也可以關注節目下方 健康動篤銷的新浪官方微博 留言給我們 好,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多謝你收看